今天有一個新聞是說 美軍展示了最新部署 在關島B1B戰略轟炸機的作戰實力 打開了這個彈艙的畫面 首度曝光 彈艙裝載了多枚AGM-158 聯合空對地巨外飛彈 他說有能力打擊一個國家防衛 最嚴密的目標 然後他這個是空對地巡逸飛彈 是由洛克希德馬丁所做的 重量超過一公噸 從二零零九年開始投入服役 那他能打擊的範圍是一千公里的目標 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空射巡逸飛彈之一 我想請教一下明杰兄 為什麼這個要打開拍照給大家看 我們總體上來講 我接續剛剛這個毒奶粉 我覺得基本上美國在打擊的 就是一個厲害的假的國 什麼都是假的 我們看到事實上解放軍很多軍武 透過他的外宣講得也非常強大 事實上有沒有這麼強大 事實上美軍就來做測試 那比一比就知道是不是很強大 事實上剛剛講到這一個彈艙 為什麼要打開 就是開給解放軍看 我們看到他這一個月以來 五月看到很少見的戰略轟炸機 特別是B1B 五月初已經開始 事實上已經有五天六批 將近十二架 你看這麼多路線 飛東海跟南海 那我們先看他的這一個為什麼這樣飛 他的這個航程也是在展現 他的這個長途飛行的一個戰力 這跟解放軍一比 馬上就知道 你看他本來是這個最早從這個美國本土飛 飛來之後到東海 他就回關島 這樣飛一趟是多久 三十個小時 以B1B來講 他每個月每個小時飛行成本 八萬美金 八萬美金 我們去算 飛一趟一趟七千多萬台幣 你看這是不是燒錢 然後你這樣 你看他昨天更特別 他這個從關島出來飛 他繞了日本 連本州將近這樣繞了一圈 然後前幾天飛南海的時候 他分兩上下 等於也是繞了菲律賓一圈 就簡單來講 就是我要怎麼飛就可以怎麼飛 因為他有一個很強的空中加油能力 他有KC135的加油機四百多架 那解放軍我們看到 他們加油機有四百多架 全部加起來五百多架 那KC135型的 他還有KC這個KC10 然後未來KC46 加一加這個總共五百一十二架 阿強的幾架 他們二十三架 他的烘油六 用烘六K的那個轟炸機去改 烘油六二十架 那另外跟俄羅斯買了一流生七十八三架 而在我們都不要去談加油量有多少 那個加的油都很有限 遠遠不及於我們幾架 我們目前沒有 但我們希望我們希望能買嘛 所以最近有美國學者提議說 臺灣應該買KC135的加油機 提升我們空軍的滯空能力 這我們絕對贊成 那我回過頭來 我們再比較 你看B1B是這樣子飛 先前這個轟六K怎麼飛啊 這個圖比較小 可能麻煩放大一下 他出來不管往南繞 往北繞 繞臺灣一圈也好 他的這個過去軍方事實上內部有透露了 他們在測試一個飛關島的這個行程 繞一圈往直線一拉 將近最遠最遠兩千公里 最遠航程兩千公里 人家B1B是一點二萬公里 超過你一萬公里 這樣的一個航程來講 你你轟六K你要你要怎麼攻擊美國 我B1B隨時可以來 對這個是一個我的航程的能力 一個是一萬到一個是兩千 對你看就差一萬嘛 那這個是我長途飛行的能力 那這個是展現一個軍力跟財力 總體的國力 那再加上說 我有持續性 戰略轟炸的目的 在暫時就是透過戰略轟炸 讓敵手放下武器投降 那叫戰略轟炸 那平時的時候 我這樣飛 就是對你在做戰略威責 同樣是在警告敵手說 你不要再軍事擴張 回到這個彈艙的部分 剛剛有談到這個這個事實上 他的編號叫AGN158 這個B型 那他的這個簡稱叫這個 JASSM 那如果加真層型就加ER 他射程可以從三百七十公里 遠到一千公里 所以你看我今天B1B 飛到這個地方 以前老共沒有看過這個彈艙 這一個彈艙 過去事實上 如果B1B他曾經飛日本 也公開給日本看過 但是這一次意涵的味道就是說 我來飛我都是帶實彈的 我的肚子是裝得滿滿的 B1B他很特殊 他有三個彈艙 這個是中間 前面重裂彈艙 就是一二三前中後 那這個彈艙我們看到 他這個飛彈很特殊 AGN158B 下面飛彈肚子是扁扁的 這個裡面是一個旋轉彈艙 他可以裝裝八枚 三個彈艙總共可以搭載高達二十四枚 也就是說他一枚是一噸重 那等於他的這個承載力就可以高達二十四噸 事實上他搭載其他彈藥 可能都可以到三十四噸最多 那轟六K的那個載彈量是十噸 十比三十四 你就知道說誰的彈藥可以帶得多 他要告訴中國什麼 告訴中國說我這個飛彈 當我飛來這裡的時候 我的射程一千公里 你所有在這裡 不管北部戰區東部戰區南部戰區 全部在我的打擊範圍 我隨時可以出手 我來是帶實彈的 我不是來這裡繞好玩的 那為什麼以前都要派航空母艦來 當然在剛好這個時間點 我們看到就是雷根號航母 跟尼米茲航母 可能520之前 以他的速度來講 因為他進行所謂部署前的訓練 雷根號航母現在比較最新的位置 是在硫磺島附近 那上面的第五艦載機連隊 還沒有前進部署 還沒部署上去 所以大概最快要到六月 會在西太平洋巡逸 那尼米茲號 大概也是還需要花一點時間 不過就在這個前面 這個空窗期 他等於用這樣的一個 戰略的這個轟炸機 來填補所謂他西太平洋 這個航母打擊群不足 這一個空間 告訴你說 我事實上不用完全依賴航母 我空中來隨時來 每天來 我的戰力還是可以比 甚至這個戰略轟炸的能力 甚至超越一艘航母的戰鬥群 所以這樣的一個動作 在顯示說 他對於這個中國最近的軍事擴張 非常的不滿 全面性的反中 那這是有型的部分 無型的部分 事實上 你看到最近 他對於美國開始在限制半導體 這個商用半導體出口給中國 那包含我們最近談到說 臺積電 我們是層次這個FPGA這種高端晶片 那他甚至是這個F35戰機 高度仰賴的 這樣的一個生產線 是不是要移到美國 他等於說 全面的這個去中國化 把所有包含剛剛談到醫療物資 或者甚至晶片 這種供應鏈 本來在依靠依靠中國的 全部把它斷掉 搬回美國本土 有型的部分 我軍力持續施壓 無型的部分 我釜底抽薪 我直接把你解放軍可能會 他們是軍民融合 買美國的這個民用商用晶片 回去做這個改 這個改造之後變軍用 那等於說 我把你這晶片的這一個能量拿走 拿走之後讓你晶片事實上 如果我們以一架戰機來形容 發動機就像他的心臟 晶片就像他的神經跟大腦 你今天中共最弱的就是發動機 那再來過去透過採購商用晶片 所以他在強化他的大腦 現在把你大腦讓你智商也降低 讓你神經也麻痹 你未來不管你發展各式的飛彈 或者是說你所有的這個精密武器 事實上你等於說 你完完全全就沒有辦法 這個不要說超越美軍 連追都追不上 所以有型無型 他就全面的在砍斷 這個中國依賴美國的供應鏈 另外一個很重要 他最近也開始在打網路戰 所以他最近會有一個 駭客入侵的報告 那也是一個隱形無型的戰場 中國透過用偷的 不管是有型的間諜進去偷 或者是無型的網路駭客進去 竊取商業跟軍用的這個技術也好 連最近像武漢肺炎的這個研發的疫苗 各種全方面在偷 那等於說看到川普政府 他全面一一的把這些洞都補起來 那等於未來在這一個建構完整的一個 他的一個國安體系之後 我覺得中國要再跟美國要進行 不管全面性的軍事 這個各方面的這一個角力 我覺得這個已經完全沒有機會了